我上一次來巴拉圭的時候 我有去看技術團的夥伴們 那時候我已經看到 蘭花產業發展計畫的展昭中心 那個時候已經蓋好了 今天中午卡蒂斯總統的五宴裡的地方 我看到了各式各樣臺灣的蘭花 看起來都非常漂亮 我相信這些都是各位欣賢的結晶 也充分展現出來兩國在這方面合作的成果 剛才在簡報裡 我也看到了 我們還是要進一步的擴大它的規模 讓它能夠有商業化的產能 讓這個蘭花開始在巴拉圭變成是一個產業 後續 我們也希望是說 除了我們提供這個床苗 替他們載品這個床苗之後 後續的商業化生產 跟產業的行程 這恐怕是我們下一步 大家一起來努力的事情 至於醫療資訊 剛才展報也提到 巴拉圭內定的衛福部的部長 也高度評價計畫 因為他對於偏鄉的醫療 確實是有很多的幫助 所以我想在這一方面 就是在偏鄉醫療資訊科技的提供 這是一項對巴拉圭來講 是一個很重要的合作項目 至於華語的 我剛才看到一連串的機構 都是由我們華語的教師提供教學 讓我們很多的巴拉圭 有人更能夠了解 臺灣也促進兩國的情誼 我們技術團的每一個夥伴 其實都是跟我們的外交同仁一樣 都一起拚外交 都是非常重要的成員 在這裡除了給大家加油打擊 也感謝各位替國家拚外交之外 我們要向大家宣布 對於駐外技術人員的 子女教育以及房租 政府將從明年起調升補助 這項調升補助的水準 我們希望能夠趨近 我們外交人員的補助水準 希望對各位在工作辛苦之餘 也有替各位劫後顧之憂的作用 也希望大家能夠堅守自己的崗位 讓雙方的交流合作 化為最大的成效 各位 離家背景 確實很辛苦 但是背負的國家的外交任務 跟巴拉圭政府跟人民對我們的期待 我想我們這些辛苦都值得 我也要謝謝大家的努力 我們大家繼續一起加油 謝謝